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必太阳饼一定在你的答案之中 但是你知道吗 太阳饼的历史多久了 究竟又是如何摇身一变 成为台中名产代表 今天来到台中台湾太阳饼的博物馆 一起认识太阳饼的过去与现在 在一个因缘机会底下 我们取得这一栋100年的建筑 这栋房子原来叫全安堂 由台中市首富卢安所建造的 在这栋房子我们可以建在这里面 可以见证台中100年的兴衰 都在这里面 太阳饼博物馆的前身 就是知名的太阳饼发明人 魏清海老先生的老殿所在 悠久的历史建筑 从当时便记录着台中的起起落落 在这日治时代我们台中就是相当的发展 相当发达 尤其中区这里是很多 不管在这边来这边当兵的 在念书的 因为这里是最繁华的地区 也是最有所谓的人文历史的一个区域 我们跟着陈執行长的带领下 走进1909年繁华的台中市区 那个时代流行的房子 叫巴洛克寺跟所谓的希腊罗马峰 保存的相当好 拱形的元朗 山形台楼跟家会 这是巴洛克寺典型的意象 但是我们都知道 巴洛克寺相当高耸的石柱 但是我们台湾没有食材 结合南亚特有的建材砖 来盖出这种风格 我们把它称作成也金屋风格 在这百年建筑内 太阳柄发明人魏青海老先生的故事 和制作工具饼膜 也静静躺在馆内 1949年魏青海老先生发明了太阳柄 其实一个老照片可以看得出一段故事 你可以看见 第一市场就在我们的对面 1968年民国57年 这是魏青的老先生 他就在卖太阳柄 太阳柄 为什么叫太阳柄 里面又没有包太阳 其实那个1949年发明了一个金黄色的麦芽柄 受日本和果子的概念一张白色的纸包起来 打开一个金黄色的饼还有一张白色的纸 在中间很像日本的国旗 所以说日本国旗叫太阳旗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太阳饼 这边是他们留下来的一些模具 相当相当的多 单看模具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它是先民所遗留下来的 生活习俗信仰的种成 全部把它刻在里面 刻葫芦 葫芦是代表什么 多福多寿 葫芦兽 从百年回到现在 太阳饼的制作也在博物馆一一公开 制饼过程区在这边 最主要是揉捏捏皮包酥感卷包馅感圆烘焙七个工法 我们不变的是我们完全坚持手工制作 让太阳饼的饼皮尘世分明酥香可口 而且用好的油让吃过的客人能了解 永远记得我们太阳饼的口味 听完太阳饼的故事后 闻到馆内弥漫的浓浓麦芽香 不由得想大吃一口外 你会发现不只是老旺新装 馆内设立展演区 将现代的艺术文化气息带入馆中 很难得在日剧时代能住这么大的房子 可见它是非富即贵 我们这区把它批作所谓的艺文展示区 这里也可以开放给所谓的民众来这边 有签书会有一些讲座之类的 都可以免费来这边来这边预约 其实一个城市的发展 它是需要有内涵有深度的 还要有文化 刚好我们台中市政府也在推所谓的中区再造 我们配合这个政策 我们成立了台湾太阳饼博物馆 让来这边消费的大众 能更具知识性 也可以了解到这里的所谓的人文历史 来逛一趟台湾太阳饼博物馆 认识到台中的繁华史 这块百年的太阳饼 持续用手工麦芽香 伴着台中人与游客 走往下一个百年世纪 我们用创新的思维模式经营 让这传统产业创造新的里程碑 我们下期见